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你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国际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在今天的活计节目当中 再次跟你一起来探讨圣经当中的真理 欢迎你 那今天我们将继续 最近以来我们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题目 就是面对未来 首先我要谢谢那些给我来信的弟兄姐妹和听众朋友 让我们可以分享你 在收听我们节目之后的感受 或者是有什么得着 也让我们知道你的需要 你的困难和带导的事项 请你继续的给我来信 来信 寄本电台通信地址 你写给夜光明就行了 那接着下来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 从圣经关于末世的描述当中啊 挑选一些主要的事件来跟你一起分享 那前两次已经开始分享了啊 不过我告诉你啊 我们所分享的只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 那么至于这些末世的景况 跟今天这个世代的实际情况有什么相同的 或者是有时候不相同的地方 我想留给你自己去思想和比较好了 在过去的两天当中 我们讲过了关于 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 这两个日子 都是耶稣用来比喻世界的末日的日子 那今天我会全面性的讲到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所讲关于末世的预兆 这是耶稣在离开耶路撒冷圣殿之后 所说的最伟大的一个预言 那当时啊 耶稣过了西伦西 登上了橄榄山西面的斜坡 他和几个亲密的门徒 坐在橄榄山上 望着耶路撒冷城和圣殿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三到七节 圣经是这样记载说的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就是圣殿被毁的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我们留意这个问题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这是圣经首要的提醒和警告 就是末世时代 要小心迷惑人的事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有一本很著名的犹太著作指出 在耶稣时代里面 有超过四十位假的弥赛亚 有四十位超过四十位假的弥赛亚 向犹太人说 他们就是救世主 那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好了 我们接着刚才念的经文 继续往下听吧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不过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本身并不显示 末世即将来临 耶稣跟着讲出末世 头一个主要的预兆 第七节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必阵 那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的 二十一章十一节 也记载了耶稣这番话 那圣经在这里是这么说的 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那这里讲到 在饥荒以外 另外还有瘟疫 那所以综合两处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见一些 主要的征兆了 就是国际性的一些战争啦 饥荒啦 地震啦 和瘟疫 在世界的历史当中 曾经有过两次的世界大战 而在今天 饥荒问题 真是遍布全球 许许多多的地方啊 每年有超过一千万的人 死于饥荒 饥荒所到之处 又常常会带来瘟疫 那么至于地震呢 在过去的五十年 至一百年之间呢 不单次数不断的加增啊 他的严重性 也大大的加强了 也就是说 加强了地震的破坏性 耶稣在指出这些预兆 就是国与国的征战 地震 饥荒和瘟疫之后 于是他就接着说了 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啊 那我们看 当一个妇人要生孩子之前 她必须经过生产前的疼痛 当阵痛加强的时候 就表示孩子快要出生了 同样的 耶稣所说的这些兆头 临到人类历史的时候 就显示出新的一个时代 将要诞生了 这种生产之前的痛苦 是一经开始 就会越来越加激烈的 而且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新的时代 即将要诞生了 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的 二十四章九到十节 就讲到另外一个征兆了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这里很清楚地指出 基督徒要受世界的逼迫 恨恶和敌对 第十节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这里所讲的跌倒 是指着基督徒背道而说的 在逼迫的压力之下 有的基督徒会放弃他们的信仰 出卖他们的弟兄 真正忠于耶稣的信徒 会被人恨恶逼害 那些出卖弟兄的信徒 甚至会把他们的弟兄 送到当权者面前 接受审判 第十一节说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 这是另一个主要的特征 当我们讲到假先知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 有假先知所策动的迷信之风 然后第十二节说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在这段经文当中 所说的这个爱心 原文是神爱人的那种 无私的爱 那通常也就是用于 形容基督徒之间的 彼此真诚的爱了 末世的时代 我们必须面对一件事 那就是当逼迫来临 不法之事增多的时候 信徒的爱心会渐渐的冷淡 除非我们留意到 圣经的提醒和警告 竭力就保持我们对主和对其他的信徒的爱 我们把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所讲的预兆做一个总结 第七节 讲到国际之间的战争 还有饥荒地震 和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 所讲的瘟疫 第九节 世人对信徒的逼迫 第十节 异端的兴起 和信徒彼此的出卖 十一节 假先知和迷惑人的事 十二节 不法的事增多 以致没有爱心 那 不法的事 就引致爱心的消失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啊 今天 世人对爱有错误的观念 他们认为 爱是自由的 人爱做什么 就可以去做什么 那这不是神所要求的爱 神所要求的爱 是有自律性的 不自私 不张狂 不求自己的益处的 这种无私的爱 只有在自律的基督徒中间 才可以找得到的 因此 不法的事 和从神来的爱 是相敌对的 当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 从神而来的那种爱 就自然的被排除了 末世信徒所受的压力 有两个主要的来源 第一 是来自撒旦灵界的压力 第二 是来自人类不断的败坏的本性 那我们可以把保罗对提摩泰所讲的两番话 用来做一个比较 这两段话的都是讲到撒旦灵界的压力的 我们首先来看看提摩泰前书的第四章 第一节是怎么说的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那这个地方讲到信徒 平弃了真道 在末世的时候 有的信徒会在撒旦所失的压力底下 丢弃了他们自己的信仰 受到了撒旦的引诱 那这是从灵界而来的压力 那么至于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 一到五节 就是讲到人性的败坏了 那圣经是这样说的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放毒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谗言 不能自约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 卖友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艳乐 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 你要躲开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列举了道德方面的十八样的污点 当末世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这些情形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而且是变本加厉 因为由罪而引致的人性的堕落 已经到了极点了 我们特别注意头两样的特征 那就是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而最后的一样就是 爱艳乐 不爱神 今天这个世界 岂不同样是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爱艳乐 不爱神吗 这些并不只是那些不信的人 其中也包括了 一些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 他们虽然有宗教的外表 但是他们的生命 却没有得到改变 你看 这种情形 不就在我们周围经常可以看到吗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欺负图画也讲完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将跟你来一次总结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